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老外教英文,我是郝一博。 世界上所有的男生都正在看什么? 这位男性网友说得好,当初你们用来自新兴的你洗版欠下的债, 男生们已用世界杯一个一个逃了回来。 当然,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可能只是一日球迷, 没关系,我们今天来学一些和足球有关的英文词汇, 让你们跟世界上最厉害的球队沟通。 怎么回事?明明是放错图片,那好一点。 只有男生爱足球吗?好像不一定诶。 只有男生爱足球吗?好像不一定诶。 首先,这个运动的英文名字叫什么? 很容易,英式英文是直接翻译的,football, foot是足, 薄就是球的意思。 可是,你们要记住,美式英文叫soccer。 这个名字的来源,我不是太清楚,是不是跟soc有关系? 所以,你在美国的时候,要说soccer。 如果你在美国说football,意思是这个运动。 除了英国外,大部分的说英文的国家都跟美国一样,说soccer。 现在,我们来看看足球队不同的职位。 首先,我们有前锋的球员,像英格兰队的Wayne Rooney。 不好意思,前锋的球员,我们叫forward,也可以叫striker。 striker的意思就是射门的人。 下一个是中场的球员,我们叫midfielder。 David Beckham就是一个midfielder。 下一个是后卫,这个叫defender。 最后一个是守门员,英文叫goalkeeper, 可是我们经常叫goalie。 英格兰队好多年的goalie是David Seaman, 他真的很厉害。 可是他的时尚感没那么好。 那么难看的球衣,应该给他一个yellow card, 甚至于一个red card。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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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d card只针对比较坏的行为。 像David Beckham在98年世界杯,英格兰比阿根廷。 David Beckham is a red card for David Beckham. 算了,不提了,回到热血的足球。 所以进球时,我们会说什么呢? goal! 谢谢大家收看,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特别想学的英文, 请来到我们的Facebook留言, 也别忘了浏览我们的网站studyingenglishesfem.com goal! goal! goal!